2021年来到12月 正当大家都以为可以抛开疫情阴霾 宽度圣诞和跨年的时候 我国12月17号就连续几天的长命雨 导致巴深谷河东海岸多地轮流 淹成了水箱 类似这样的自然灾害呢 不只在我国 也似乎在全球巡回上演 越来越频密的极端气候 恐怕是地球发出的最后通点 先来了解我国水灾的情况 根据水利灌溉局统计 我国近5年的水灾次数 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相比起2016年到2017年的 大约404次 我国2020年就一共发生了 869次的水灾 不到4年就增加了1倍 至于巴深谷这次 为什么会淹得这么严重呢 这里先不谈过度发展 垃圾阻塞等等的惹为因素 因为东北季后风 热带低气压 台风雷音等等多重现象 相互作用下造成的超大雨降量 一天下了相等于一个月的雨量 肯定是关键 要说这次的巴深谷大水灾 是百年一遇也不完全正确 恰恰好50年前的1971年 西马包括地霍或在内的8个地区 都发生了更严重的洪灾 超过50人死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只是近年来这样的大水灾 似乎更加平易的上演了 但是2006年的柔佛大水灾 2014年轮到半岛东海岸 和2017年还有槟城大水灾 这一回呢 重灾区则落在了巴深谷和彭亨 从更广的层面来看 我国这场洪灾 只是2021年全球灾难的其中一个素因 那随便举例 过去半年就有中国和南发生的 千年一遇暴雨 还有郑州洪灾 接下来就是印度1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还有最近跟我们同病相连 惨遭超强台风袭击的邻国菲律宾 那美国肯达基州上个星期 也面对怪兽级的龙卷风袭击 这种情况在冬季其实是很少见的 而欧洲西部呢 7月中的持续暴雨 也导致大洪灾死了超过200人 那世界气象组织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过去20年所发生 跟水有关的灾害频率增加了不少 尤其2000年起就暴增了134% 大多呢都是集中在亚洲的 那全球暖化还有极端气候越来越严重 自然灾害呢 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新常态 国国的气候学家也警告说 类似这一次的大水灾 肯定会再次上演的 那全球人类现在都是命运的共同体 如果我们即使保持与我无关的态度 自认为这些自然灾害不会伤到我们 是时候梦醒了 不改变的话 下一个气候难民不是别人 是我们